紅骨粿是客家傳統美食 當時有火器當時的藝術 這次為了許可信來體驗這項點心的製作 當時來瞭解其中的文化解釋 如不像當勤國修搖槍附近的老廚社區的長輩 來跟小朋友做做紅骨粿 希望將這中間做過手機來團後後一台 當時也是真感到跟社區之間 讓董開實的機會 用這樣子拿著 那剛剛你那個線不對 在收好的米團來加你媽媽的阿 接下來才放到規模來 做出一塊一塊看起來很好吃的紅骨粿 經過社區中部的制度 小朋友就知道要如何來製作 而且他們的速度也很快 沒多久倒上就放麻做好的點心 要先秤重然後裡面再包線 然後還要塗油 然後把它放到模具上壓 然後再用葉子把它弄下來 然後就放到旁邊 那你覺得做這個好玩嗎 好玩 像我做過嗎 有在家在家裡阿嬤有跟我阿嬤有交 紅骨粿是客家傳統美食 有代表到火器 在最長時間的意思 在接近到拜拜的時候 常常用得到 但是現在會好製作的人是越來越久 從家當興過小時候有了解到 都處下庫的時代 來到小孩做過 讓他們了解其中的文化意義 也順勢來學到一項的手機 這個紅骨粿一般我們客家的美食 然後會用在那個 祭拜祖先或者神明 因為它有那個長壽跟吉祥的意思 東興國小的那個主任 他邀請我們來這邊 教他們的小朋友 希望透過他們自己做紅骨粿 對紅骨粿更認識 透過他們的手作 他們會更喜歡吃 或者對這個紅骨粿更了解 這種的DIY活動 主要是文化的團身以外 當然也是好好跟社區 互相交流 確實的好機會 讓老大人來做分享 讓孩子有特別的確實體驗 和親到兩方的連結 加深我們這個跟社區的連結 我們充分利用社區裡面的資源 然後來教導我們的小學生 也算是另類的這個代監教育 然後還有這個傳統美食文化的傳授 讓學生透過這個製作這個紅板 然後接觸它 製作它 然後可以喜愛它 然後可以讓這個紅板繼續傳揚下去 小朋友自己擋手來做過 不僅好玩 相信在吃到自己所做的點心事 也一定會金貨的好吃 也對在地的客家美食 有更加親的實際 記者庫恩神 蔡翁報道